极其罕见,帝国第一陪葬墓秦始皇帝01号墓,取得重大考古收获。 从秦始皇帝灵博物院获悉,从2011年开始,秦始皇帝灵博物院对秦陵外城西侧展开详细的考古勘探工作,发现九座大,中型墓葬,整齐有序,东西一字排列。 从2013年开始,对其中的一号墓进行了持续发掘,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墓道,墓室和三座车马陪葬坑的发掘,取得重大考古收获,笑谈古今故事,闲话传奇生涯。 欢迎订阅小豆之历史。 据专家介绍,秦始皇帝灵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宏伟壮丽的灵墓之一。 而此次在一号墓中的意外发现,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考古资料,更为解密古代文明留下的谜团,开启了新的大门。 一号墓中出土了一批非常罕见的文物和器物,其中有许多引人瞩目地用玉雕成的仪器,这个仪器形状独特,精美绝伦,令人叹为观止,专家们经过仔细研究。 认定这件仪器是秦代的一种祭祀用品,用于祈求国泰弥安,风调雨顺。 此外,在一号墓中还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金银器皿,丝织品以及陶瓷器物。 这些宝贝无一步展示了当时中国文明的巅峰之美。 让人直呼过瘾。 这次考古发现的重要意义,不仅在于这些文物和器物本身,更在于他们所提供的历史信息。 专家们将对这些宝贵的文物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,并希望通过进一步发掘和解读,能够揭示更多秦始皇帝陵和古代中国历史的谜团。 这一重大考古收获迅速引发了全球媒体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。 各大国际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,许多国际考古学家也表示了对这次发现的赞叹之情,中国的古代文明一直以来都给世人带来了无限的遐想和惊喜。 这次考古发现的重大收获,再次证明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,在整个古代,关于秦始皇陵的记录,只有司马迁专门提到,根据他在《史记》中记载,可以得知里面不仅有宫殿,还有代表山川大海的景致,司马迁稍许技术,构成了大部分人对于这座皇陵的认识。 人们基于这些认知,发展出对于秦始皇陵的众多想象,众所周知,秦始皇生前极为讲究排场,举手投足,都要彰显天下之主的气势,按正常逻辑推算,他就算去世,也要为自己修筑一座灵寝,表明自身的与众不同。 因此,人们想象,秦始皇陵是个到处是宝贝的空间,甚至是毫不逊色于任何宫殿的地下世界,如果能进入里面参观,再拿一些宝贝出来,就足够一辈子荣华富贵。 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,一代又一代的盗墓者,前仆后继,在秦始皇陵附近挖了许多岛坑,其中,比较著名的岛坑,有永乐大典,中继载的直径十米,深九米,令盗墓者遗憾的是,他们打动的方向都出现偏差,无意挖到秦始皇陵。 要知道,古往今来,中国所有皇帝的陵墓,只有两个没有经历盗墓者的光顾。 秦始皇陵,就是其中之一,足见其设计之巧妙,另外,第一个皇帝的陵,无人能进入的墓,无与伦比的宝藏,各样的元素叠加到一起,自然引发了民间各种各样的猜想,有人说里面机关重重,有人说里面盗墓者的尸骨成堆, 各种想象,给这座陵墓,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,让不少人望而却步,在古代代表官方的朝廷,认为秦朝短命,因此,就算在缺钱,也不想大费周章去发掘秦始皇陵,不想惹上短命王朝的晦气,基于这一点,各朝各代的统治者,都没有发动国家的力量破坏。 郭默若要发觉,周总理不许,建国后不提倡封建迷信,关于陵墓的种种离奇传说,自然被人们抛在脑后,同时,为了研究古代中国的历史文化,就需要对陵墓进行发掘,没了思想压力,又有研究动力,两方面作用下去。 我国考古专家开启了对秦始皇陵墓的勘探,1962年,第一场大型勘探展开,专家们依据结果,绘制了第一张陵墓布局的推测图,根据图案,专家们推知,整个秦始皇陵,占地大约56平方公里,相当于80个故宫。 消息一出,整个考古界都轰动了。 而这时,针对要不要继续勘探下去这个问题,成为考古界争论的一大热点,勘探派以郭沫若为代表,他以中国历史研究所所长的身份,坚持国家应该将秦始皇陵墓的真相揭开,这对于研究那段历史具有无比珍贵的意义,反对勘探的人则提出了保护文物的重要性, 他们指出,许多陵墓上千年与世隔绝,一旦打开后,与外界空气接触,就会发生氧化反应,快速灰飞烟灭,关键是,早在此时之前,郭沫若就动过心思,要挖掘明朝万历皇帝的阴宅,当时,虽然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,但考虑到一见光就飞灰烟灭这个道理,没有充分的事实支撑,因此,国家就同意了郭沫若的申请, 后来,对万历灵墓的挖掘工作顺利进行,众人当场看到了里面的宝贝,也当场看到里面的万历遗体,珍贵字画等,因为接触到新鲜空气,全部变为灰尘,要知道,万历灵墓里的东西,随便拿出一件都是西式珍宝,整个国家都因为这个举动,遭受了巨大损失, 没想到,经历这次惨痛教训,郭沫若还是坚持要挖掘秦始皇陵,也许,在他看来,上一次失败,只是准备不充分而已,如果这次保护措施做得妥当,便不会再出现类似的事情,只是,当时的技术条件实在有限, 根本就没有人敢保证能够万无一失,但是,郭沫若似乎笃定风浪越大于越贵,这个人生哲理,坚持己见,将申请直接递交到国务院,史关重大,周恩来总理亲自对他的申请进行了批示,指出十年之内,不开帝王陵,按周总理的设想,帝王陵墓的开启,是件不必着急的事情,等以后技术成熟了,再进行也不迟,正是他的这一决定。 为后世子孙留住了无法估量的历史遗产,摇杆技术登场,神秘真相浮出,技术什么时候成熟,整个考古界等了二十多年,一九八零年,一场轰轰烈烈的科技竞赛在美苏两国展开,期间,人类科技进步的脚步加快,各样科技术被点燃,其中,一项叫摇杆技术的新方法,引起了考古界的注意。 后来,一百多位考古者来到秦始皇陵的核心地带,在周围打了五个小洞,把摇杆设施从洞子里放进去,进行大规模扫描,扫描显示,秦始皇陵里有一条碎洞和地表连通。 没有任何被认为破损的痕迹,扫描还发现,所有挖向秦始皇陵的地洞都跑偏了方向,其实,就算他们能挖到了陵墓,也很难进去。 因为,扫描发现里面的工墙,足足有五米厚,这种厚度,即使是在地表,想要挖穿,以古代的技术,也要耗费很长时间,更别提是在地下施工,随着摇杆扫描的继续深入,专家们得以断定,秦始皇陵保存得非常完整。 不过,鉴于当时技术有限,不可能完全探测到秦始皇陵内部情况,人们又把希望寄托在将来,中德专家合作,和此摇杆立功。 什么时候才能有一项科学技术,能彻底将秦始皇陵的秘密揭开呢? 1996年,德国的考古专家找到了我国技术人员,拿出了世界先进的核磁扫描摇杆技术,让两国人员看到了希望,此次合作, 证实了原先对皇陵和地宫位置的推断是正确的,此外,更有很多重大发现,首当其冲的,是了解到了这座地下陵墓的大概模样。 整个地宫呈现岛金字塔结构,四面的阶梯,全部通向地宫的中心,寓营正是帝国的绝对中心,整个建筑高达九层,在古代,九世大树,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, 因此,上下九层与九五之尊暗合,整个主墓墓室,东西长八十米,南北宽五十米,高十五米,相当于四层楼,墓室四周有地宫的宫墙,东西长一百五十米,南北宽一百二十五米,算下来和五个足球场差不多大。 另外,地宫的布局也相当考究,错落有致,专家根据探测结果推断,里面不仅有宫殿,还有诸如山川大河,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,不过,最有考古价值的,还是主墓距两百米左右的一个陪葬坑,此坑的规模也是考古界之最。 长一百三十米,宽一百米,面积足有一点三万平方米,众所周知,秦始皇好战,因此陪葬坑内的就有大量铠甲,这些铠甲是纺制当时的金属铠甲,用石头制成的,前期出土达到数万片,可以推断。 秦始皇为了在死后,能够继续威慑四方,干脆住了一个庞大的军械库,没准他是想九拳之下照旧部,在披战甲斩炎锣,铠甲之外,陪葬坑内还有很多石头做的头盔,这些头盔有的可以罩住脖子和双肩,足见秦始皇装备军队之先进,这些头盔和铠甲。 排列整齐,将秦军的威严表现出来,2002年,中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进步到又一个高度,中国专家就独立应用高光谱等摇杆和地球物理探测,大规模探测秦始皇陵,此次历时一年的探测,使得科学家掌握了整个陵墓的三维数据,他们依据此项数据建立了三维立体模型,这种模型与史记,中川三全的记载高度吻合。 另外,在此次探测中,科学家还在黄陵里发现了分布不云的拱,其总量大概有几十吨,专家们推断,这就是史记里所说的。 用水银来制作江河,同时,那么多拱挥发在空气中,拱具有防腐的功效,因此刻意推断黄陵内部,必然安好如初,也许连秦始皇的遗体都是原来下葬时的样子。 然而,到了这个时候,专家们还是不能贸然掘开秦始皇陵,毕竟,拱蒸气泄露后,秦始皇里面的所有东西都会因氧化而灰飞烟灭。 想要实现开绝和保护的平衡,就必须先利用惰性气体,确保氧化反应不发生。 只是,这项技术发展到如今都没有成熟,因此,科学家们继续选择等待,相信后人的科技水平与考古智慧。 近年来,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再次提速,专利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,有理由相信要不了多久,关于探测秦始皇陵墓的相关技术就会问世,到那个时候,专家们就能全面了解到秦始皇陵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